这起事件呢也冲击到国民党的年底在基隆的七合一选情 现在的民进党呢就开炮说要选民看清楚国民党的面貌 而国民党会不会振贤换将呢各界都在官网 基隆市议长黄景泰涉嫌关说弊案遭到调查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林又昌立刻站出来 批评这位已经获得国民党提名要参选基隆市长的黄景泰 清联是担任一个市长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那很遗憾现在选战才刚要开始而已 那黄议长就涉入这样的一个土地案件 我想社会上自有是非黑白 市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对于年底的一个选举大家也自然会有攻断 民进党市议员痛批要求换人换党 对手出招对黄景泰选情大伤 49岁的黄景泰政大法学硕士 从助理做起29岁就当上并且连任五届基隆市议员 45岁当上议长 去年更靠着黄色小鸭活动以战成名 将这一只快乐的基隆黄色小鸭 完完整整再次呈现 在关心喜爱我们基隆黄色小鸭所有好朋友的眼前 我想这一切所有的功劳 所有的辛苦都要感谢我们所有专业团队的努力 所有的责难批评还是由我黄景泰一个人来承担 小鸭爆破风暴黄景泰多次出面 扛下责任终于引得党内初选 但国民党在基隆市执政不假 这次关注案让选情雪上加霜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属于行动派的 那也是比较有作为的 所以在很多的意识上面 其实他都会比较做一个主导的 赶快做一个理清 有或者是没有 然后或者是说他的罪行到哪个阶段 我觉得他应该很清楚的 或者是说尽快的告诉我们基隆市民 否则我们基隆市民真的也无所事 当然人是担忧 党中央也表示依照党规 一审判处有罪后才会停权 目前可能代打人选 包括总统府前副秘书长罗志强 还有立委徐少平儿子林沛祥 而黄景泰接下来想更上层楼 要先渡过这次难关 有点TV前怎么留一轩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